氣發在喊救命 對 那如果像小朋友那樣 他發燒 那我要怎麼做 不及得退燒 觀察一下 量一量體溫 如果在39度以內 你就讓他燒 對 他一天到兩天自動會退燒 因為他身體有個機制 他自動會好 所以我們講一個笑話 這個一個富士小姐 嫁一個老公 他的老公是山地人 有一天他看到他太太 發燒了 欸 太太太小孩子發燒 那太太說讓他燒吧 那結果呢 他說很燒耶 很燙耶 山地人很緊張 他說慢慢燒吧 結果兩天以後 這小孩子就退燒了 有一天他太太出門了 一個禮拜出差 小孩子發燒了 回來看他摸到小孩子 好燙喔好燙喔 我說你怎麼沒有處理呢 讓他燒吧 不是 他已經燒到39度以上 就要去處理 那39度以內 都是正常的 他在喊救命 他自動的機能會處理 這樣了解嗎 那39度以上呢 你就開始做一點退燒的動作 但是不要太激烈 不要想把他 就是說再試什麼放冰塊 對對對對對 然後差一點那個 差一點酒精之類的東西 讓他緩了 因為他是發燒 是他身體在轉換 他細胞在轉換 小孩子特別容易發生 那如果你強力把他退燒 可能這個小孩子會長不高 好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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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一般沒有是兩種 一種是全部都不懂 一個全部都懂 相信你們是全部都懂的 一個在一起 好不好 好那謝謝 謝謝啦